作者 张军 第299集 何妨受挫 同志五年六月初九日 曾国藩带着满心失望回到济宁府 看了各处传来的军报 都是跟在碾军屁股后面追击 将士疲于奔命 还不时遭碾军袭击 根本没有取得进展 他的心里更加失望 张宗宇和牛洪远去 可暂且放过 集中兵力对付在河南山东流窜 随时会威胁经济的东年军 这时候 曾国藩终于下定决心 采用刘明传的河防之策 他知道河南巡抚李赫年 定会彻丑 想出对策 六月十四日 曾国藩持折奏报 碾军西窜 官军追脚情形 折中奏称 中原平矿四通八达 此脚比窜 不能大家成窗 你自周家口以下 恶守沙河 周家口以上 恶守甲鲁河 自朱仙镇以北 至黄河南岸 无水可遏 你绝好守之 调派水师及刘明传等军 分段恶防 自上河南安徽两府城 调兵分手 至群贼南窜 步出南陵 汝阳 顾史 黄州 陆安等处 则报超一军 刘炳章 杨鼎勋之淮军 刘松山 张师日之乡军 足夫搅拌 臣你 拔营东下 月刊运河堤 即由运河入淮 敬赴周家口 在复篇奏报 防河之举 地段太长 派刘明传 潘鼎新 张树山 恶守朱仙镇以下四百里 历任其南 自朱仙镇以上 专资河南兵力 以资行李赫年 暂助汴梁 调回各军 先办防务 主守 而不主角 诚恐李赫年 蒙盾兵不尽之机 设将来何防不成 臣愿独当其就 不与李赫年相干 为了鼓励 曾国藩对刘明传说 追缴数月 游击之师 万般辛苦 却难以与碾军交战 更谈不上剿面 看来得改变方略了 何防之策 由刘明传提出 这个方案不错 因此 曾国藩要把这个重任 交给他 刘明传也慷慨领命 然而 这股劲头 并不是人人都能提得起来的 军中的永丁 都为挖地筑堤 叫苦不迭 到了地段 就消极待工 河南官申 认为筑墙和防 是劳民伤财 纷纷指责 将碾军 所在鲁东玉西 是以灵为贺 而不仅于此 在后方的李鸿章 也不理解恩师的和防之策 他给在徐州行营的 刘炳章书信中 还不无计讽 古有万里长城 今有万里长强 不宜秦始皇 于千余年后 欲功等为之音 刘炳章支持和防 也不便多说什么 李鸿章遥控怀军 将领得到曾国藩的军令 还要寝室李鸿章 才能执行 这一次 他李鸿章 竟然替正在沙河 坚持和防的刘明传请假 让他回家休息 和防之策 本来是刘明传提出来 如今 待他请假休息 刘明传十分为难 却也动了倔脾气 回信说 待平定免军 自己就解假归田 曾国藩得知后 也是非常的气恼 立刻给门生李鸿章写信说 幕下怀勇各军 既归必处统侠 则阁下当一切复制不管 凡向遵处私有请求者 批令 盖由必处合夺 则号令一 而驱使叫灵 以后彼人于怀君 除潜彻迎头 必先伤左右外 其余或敬或止 或分或合 或饱或餐 或天目 或休息嫁归 皆必处 敬自主持 这么一来 李鸿章才稍有收敛 一边写信说 调遣的怀军事务 听平恩师处置 一边呢 却给潘鼎新写信说 乡军将帅 藐视一切怀部 如后生小子 一丝与先辈争雄 唯有绝术死战 稍张门户 这怀军将领啊 都明白李鸿章的意思 必须在脚脸战场上 打出威风来 才能真正站稳脚跟 跟湘军一较高下 这才开始真正的听从 曾国藩的指挥和调遣 眼看自己 一手提拔扶植起来的门声 也多声掣肘 曾国藩不禁感慨唏嘘 后悔啊 不该把湘军裁撤的太多 自己手中没有足够的嫡系军队 使得今日的脚脸举步维艰 可后悔也没有用 他只能绞尽脑汁 实现自己的何妨 脚脸大忌 6月15日 曾国藩从济宁登船 视察运河沿岸修筑的低墙 一路把关 对低墙的质量和工程进度 都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6月25日 曾国藩又博州诉签 登岸巡视军营 实质欲晚 连日暴雨 淮河暴涨 微山湖 南洋的小湖 几乎与运河 连成浩瀚的大湖 数十万百姓流离失所 曾国藩深深担忧 灾去百姓因水患陷于饥荒 而投奔碾军 在这个月里 碾军在河南会合 赖文光 张宗宇 仁华邦 还有牛洪 率领的各路碾军 聚集在河南的许州 宇州一带 举行了高级将领军事会议 会议上 各路将领汇报近来的情况 恨恨地说 这曾剃头十分歹毒 他实行清查为债 杀害了咱们不少留下来养伤的将士 还害得贫苦百姓 也不敢资助咱们粮草 有的人说呢 这些年来呀 我们在千里平原上纵横直撑 亲腰对咱们是束手无策 这曾剃头 竟然想出了低强的办法 看上去是个费力的笨办法 却严重阻碍了咱们的骑兵行动 这曾剃头 比那僧格林沁可毒辣百倍 尊王赖文光提醒各路头领 说曾国藩虽然不会行军打仗 但是很懂得韬略 湘军呢 实行了结应寨打死仗的办法 十分了得 安庆天津 城墙高大坚固 还有太平军的精兵强将把守 居然都被他的相军攻克 可见不能掉以轻心 如今呢 曾国藩又顾忌重演 因此啊 咱们要群策群力 想出好的对策来 大家呢 针对曾国藩的何妨各输己见 然后 所有人一致认为 中原纵横千里 曾国藩的重点设防 只不过百里 根本挡不住碾军的铁马 到了最后 终于统一了意见 仍然沿用过去 对付僧格林沁的老办法 多打几个圈圈 把胖的脱瘦 把瘦的脱死 再来几个伏击 把曾国藩的脑袋给砍下来 替天国的兄弟们报仇 随着赖文光提出西晋陕西 会和回民军队进取四川的战略构想 获得与会者的一致赞同 当务之急 是打破曾国藩的封锁 分军两路 一路由张宗宇与牛洪 率领西晋陕西 一路由赖文光与人化帮率领 在中原与香淮军队周旋 西晋的免军死后称西免军 而留在中原的则称东免军 彼此相互呼应 张宗宇与牛洪率军西晋 遭刘松山张诗日两军赌劫受挫 仁化帮和赖文光则进军山东 遭遇了攀顶新义军的堵截 而湖北那边 曾国权全力援助大哥 调派郭松林彭玉菊等军 防守德安隋州 报钞得到了充足的军饷 勇猛如稀 率军抵达齐州和黄州 同志五年七月初四日 曾国藩持着奏报 查阅运河低暗情形 仁柱也就是仁化帮 仁柱赖文光回窜东路 前奏恶守沙河之策 难以一时兴办 县令刘明传周胜波 攀顶新赴东路持角 为淮河南北大水 为数十年所未有 既自汉军事毫无起色 又恐鸡民失所 从贼偷生 则脚辅两聚棘手 实身优愧 七月初六日 曾国藩从肃迁登船 下驳洋庄 初七日 曹运总督吴唐 来到他的坐船上 告知此次水灾十分严重 运河在高游的清水潭 两处决堤 兴化东台沿城等处 皆成泽国 曾国藩常常叹息 请吴唐设法 阵济灾民 初八日 曾国藩换乘水士战船 查看淮河水士 于初十日渡过洪泽湖 停泊在须夷 曾国藩知道 须夷在春秋时 名叫善道 属于吴国 曾是诸侯会盟的地方 有着悠久的历史 他在须夷停留了五天 忙里偷闲 看了一些景点 然后一路巡视 于七月十五日 坐船到达王家围 这天中午 突遭大风 八条水士山板 轻覆沉没 淹死五人 曾国藩乘坐的船 也差点轻覆 幸好水泳拼力滑奖 才化险为夷 七月十六日 曾国藩一行 抵达林淮 便登岸 驻进军营 二十二日 巡视张锡荣 怀勇迎雷 第二天 曾国藩就病倒了 吃了几天的药 才算痊愈 但以后育有疾病 他却坚持不肯吃药 说生死有命 十分的超脱 七月二十八日 曾国藩持着奏报 潘顶新义军 迎角获胜 人柱 赖文光一股 窜到贾鲁河以西 仍然坚持恶防贾鲁河沙河 以堵塞他回窜 在复篇奏报 刘松山张诗日两军 在西华上菜等处大捷 并自臣途中病状 待病西行 奏折发出 曾国藩又继续坐船 巡视各处 于三十日 博州蒙成县 曾国藩 想到这里 曾经是碾军的老巢 如今逐渐恢复 心中略感宽慰 在这个月里 光文奏请曾国权 帮办军务 原来啊 曾国权 被受湖北巡抚 来到武昌 想到当年光文 拒不派兵救援 致使李续斌 曾国华 与六千相拥 葬身三合镇的旧恨 至今呢 刻骨铭心 那之后 曾国藩出于攻势 曾败会了光文一次 以后便不再理睬 当曾国藩大权在握的时候 便擅自做主 将湖北陆营大步淘汰 原来招募的五千恶勇 全部遣散 全力训练新乡军 一心想要把这支队伍 打造成集资营那样的 虎狼之师 曾国藩深知 梁响是军队的生命线 于是将湖北总梁台 改为军需总局 将严离各项 通通归于离金局 这些过去都是 光文燃指捞取钱财的地方 但光文知道 曾国权一向强良 只得暂且隐忍不发 如今呢 光文终于想出一计 奏请曾国权帮办军务 曾国权见识短浅 满以为就此 能掌握兵权 向大哥报喜 却不知 这只是没有实权的虚险 这叫曾国藩 哭笑不得 感谢您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之后 神经济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